大家好,今天看看全世界新闻 有一个新闻是被列为头条了 就是在俄罗斯的喀山举办了一个金砖会议 这个金砖国家是一些能源大国 就能源出口大国 没有美国,也没有英国,也没有以色列 也没有那些西方的什么什么国家 那这个会议开了之后呢 看了一看,它有一个亮点 就是值得去讨论的 就是它准备发行一个金砖货币 也就是现在全世界这个国际贸易啊 用的都是美元来结算 两个国家有货币 但是两个国家货币呢,不能直接兑换 必须透过中介美金来兑换 那也就是说你各个国家都有持有很多的美金 而这个美金当你持有以后 你放在什么地方呢 没放在你的国家 放在美国了 尤其像这些石油国家 沙特呀 伊朗啊 等等很多 所有的石油都用美金来结算 那你出口了石油了 你收到美金了 结果这个美金呢 不在你这儿 在美国那儿存着呢 你像伊朗 有很多的美金存在美国那边 结果一步友好光 给你冻结了 你没了 比方说阿富汗 他也有一些美金 放在美国那儿光给你冻结了 尤其最近 比较让大家有反应的就是 俄罗斯有很多美金 不光在美国 实际上在欧洲也有 这些美金存在那些国家的银行里边 当有一天你跟他不友好了 这个时候人家一声令下光 把你这美金全都没收了 没了 就是是你的钱 但是没了 你拿不着 你也用不了 而且像欧洲有一些国家呢 就拿着这些美金 拿俄罗斯的美金产生的利润 他认为这个利润呢 是他的 然后他把这利润给了乌克兰 也就是说 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他援助乌克兰 不是拿他自己的钱 他拿俄罗斯存在他们国家的钱 产生的利润给乌克兰 你这不跟抢钱一样吗 人家的钱 人家的利润 你凭什么给拿走啊 本金扣着 利润你拿走 这不就是民抢吗 但是这个事情就吓着了所有人了 因此这些非北约国家 他们现在看到了俄罗斯这种现象 所以他们认为 当今应该有一个新的货币取代美金 而保证他们自个儿的利益 就是我出口了石油 我出口了东西 这钱呢 我能拿到我自己手里 不会被别人给莫名其妙的给没收 所以这个金砖货币 它的出现就可以去抗衡这一点 就比较安全 由于这个事情比较安全 一旦成功之后 就有大量的资金从西方转移出来 转到什么地方呢 就会转移到这个金砖组织里面 这样以后金砖组织之间 他们在做国际贸易 他们就不需要用美金来作为媒介了 可以直接兑换 也可以透过这个金砖货币 这个金砖货币保证了 不会出现像美金被别人莫名其妙的没收这种现象 这个话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很多的讨论 当然从美国那边是绝对反对的 你摆脱我都控制了 这个东西他不能接受 可是俄罗斯呢 因为是深受其害 巨大金额的美金被西方所占有 他用不了 所以在俄罗斯的主持下 这个金砖国家的会议 讨论了一些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能源 同时这个金砖货币的推出将会改变整个世界 依赖美元的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得到了国际间的重视 很多国家在看 另外这个金砖扩大 就是有很多新的国家呢 愿意加入到这个金砖组织里边 同时来享受这个另一种选择 他也不是说一下就要能把美金扔掉 但至少呢 这是一个过渡 当这个过渡逐渐逐渐形成之后 那他就认为自个的钱就比较安全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金砖会议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这个事情由俄罗斯 中国 伊朗等等这些有能源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国 他们发起的 这个事情在未来呢 是有一定的经济上的影响 同时也给一些国家呢 一个新的选择 就是有些国家呢 他既是北约的国家 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他是北约国家 他也想加入金砖 他认为这块我不能少 那块我也想要 所以他两边都想要 这种情况下 看看未来发展是怎么样 所以这是当今的一个国际上 头条新闻 也就是金砖会议召开 金砖国家将扩容 最后呢 要推出一个金砖货币 这个我们可以保持关注 是一个新的现象 第二呢 就是美国总统的选举 因为实际现在美国总统选举 已经没有什么可评论的价值了 是川普上 还是哈里斯上 其实对美国没有任何影响 未来都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两个人 仅仅是一个代理人 代理谁呢 代理他身后哪些财团 那些利益集团 那些大亨 等等等等 川普在之前 民调还可以 为什么还可以呢 因为川普 叮一枪 没把他打死 他一转头 再把耳朵蹭了一下 那种情况下呢 大家突然的就 拥护川普 拜登在那个时候就显然就不行了 关键 拜登还说了一句错话 结果已经歇了 换一个人 让哈里斯上来 哈里斯上来以后呢 显然这个民调 这个美国的民调 你就看看而已了 不用去当真 他并不是说真的打电话 的民调 他是有背后的机构 去操纵民调的结果的 这个民调就说了 哎 川普你不行 你呢 哈里斯赢你了 你下去吧 川普为什么被揍下去当时呢 就是川普有一句话 是得罪这些大亨的 比方说川普说 他上台以后不打仗 他要结束什么什么战争 这还行啊 美国大型后边那个资金 很大的一块是军工集团 军工集团如果不打仗 那我断了挣钱去 我武器卖给谁啊 所以川普之前 是没有得到军工集团的支持的 而拜登呢就是打 那个东西就得打 民主党就得打 共和党也不是说不打 这是川普的本人 他老说我要停战 那后来为什么 川普现在民调 所谓的民调又上升呢 川普现在改口了 叮一枪没打死 AK47叮叮两枪没打着 最后他改了 他会见了某某人 会见完之后就说 我要上台之后 我将派美国大兵去参战 去发动战争 这个话有人爱听 这个好 你要上台之后 继续要保证我们某某上的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川普一路又上了 现在当然这个民调呢 参考参考算了 现在在美国这个大选这个地方啊 有很多的怪现象 而且现在是属于不能说的状态 比方说有人试了一试 他说那个机器啊 他说我支持川普 脏一头 爆炸结果是 还有这事出来呢 这事都已经不新鲜了 四年前早就说过 而且四年前一说以后 就被封杀了 现在呢就别说了 就大家心里明白 你知 我知 就完事了 说的干嘛呢 所以川普当不当选 与美国关系不大 就美国还是美国 但是个人的荣耀 就是在美国历史上 能够留下一个名 那总统肯定是有名的 那哈瑞斯和川普两个人 到底谁来做美国的这个财团的代理人呢 那就看他们私下 Undertable的游戏了 Undertable说好了 行 川普你答应了 那你就玩 哈瑞斯说你答应了 那你就玩 所以哈瑞斯现在他也是俄乌战争 继续打 这也不能停 川普现在不说了 川普原来说 我上台俄乌24小时停战 现在川普不说这话了 所以那就OK了 你上台那个地方 你也不能说停 另外中东那边呢 那川普更是坚决了 打伊朗走 这样很好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演员可以在台上 继续远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按照剧本演的话 那你就给我滚蛋 所以现在美国大选的 现在就是快了 快的投票了 所以我们觉得当做看戏吧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 可以更深的评价的 因为事情经过了前一次大选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有些话呢 就是知道了也不许说 说了也没有用 你就看看 最终呢谁来玩 结果都差不多 就是无论是川普当选 还是哈瑞斯当选 这两个人呢 都得按照导演的指挥棒来演戏 你要是不按照导演的指挥棒 上来演戏的话 叹叹又来了 搞不好 你也提前拒荐肯尼迪 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美国大选呢 我们就看一看吧 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以评价的 就是谁当选 对美国都没有影响 对全世界的格局 也没有影响 其实一个美国总统 现在他什么也决定不了 可以决定他个人 在美国利益上 留下一个名 这个是OK的 其他的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